这不是我那委屈要退赛的姐姐吗 小姐 你别这么说话 我不是也是因为 是我坚持要要来的 怎么了 江先生 我们两姐妹的事 你就不要掺和了吧 姐姐 我们出去聊 帮我拿一下 你比赛还有半个小时 换个地方说 你去哪儿 去不去吧 去 不远吧 小羽 小羽 你 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你太想接四强了是不是 当然 别紧张 你肯定没问题的 少假惺惺的 真是够 我怎么就假惺惺的了 你不是从小就做饭很厉害吗 我很厉害 所以才输给你 你就想说这个 够了啊 我 说吧 你手机呢 没带啊 你等我一下 你要我手机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你 现在离比赛还有二十分钟 咱们一个半小时之后再聊 窗户我给你留缝了 你也不会缺氧 再见 你回来 林小羽 林小羽 你给我回来 干吗呀你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回来 救命啊 救人呐 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改变主意的话 就算是把你捆成木乃伊一样 班也要把你给搬上去 我就这么一个反复无常人了 那你以为呢 行 我向你保证 只要我跟林可颂能够走到决赛 不管发生天大的事 我一定准时出现在赛场上 好 说话要算数啊 一定 在做梦啊 快拍 哎呀 喂 你怎么做呢 不是 你怎么做呢 我觉得又没想到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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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语 应该送的了 刚刚还跟我在一起呢 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你赶紧找一下他吧 别耽误比赛了 哎呦 大笑 哎 上哪儿去 我找不到林可送 我去找他 开提十分钟后 没有到的话 就要取消资格知道 快点啊 来 这儿这儿这儿 走 来来来 过来过来过来 快来快来 大哥 怎么了 小姑娘 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行不行 怎么了 小姑娘 不 我没带手机我着急用 大哥 帮我忙 好 好 谢谢你啊 喂 喂 姜先生 你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在哪儿了 我 我来跟他说 谢谢 你好 你好 我们在滨江路啊 满田 右拐 好 我知道 我马上过去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快去 姜先生 还有五分钟就比赛了 您可送小姐呢 好的 就按照程来 祝训你了 时间到了 好 那就开始吧 电视机器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 莫拉尔斯未来之星 厨艺大赛的比赛现场 今天是第四场的比赛 也是八强排位赛的最后一场 我相信啊 选手们都为今天的比赛 做了充分的准备 而大家也发现 今天评委席多了一位 就是莫拉尔斯主席 因为跟今天的考题有关系 今天的考题叫做复制 做复制 那边呢 碰到这RIK sich 你便宜 levar 快 小心 伍 Sanskrit 等一下 等一下 坐好 抱好 走了 各位面前是托马斯 亲手制作的八宝鸭 请大家品尝完之后 到舞台前方的货架区 领取所需的食材 并且按照这个原样复制出来 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酱鸭用到了五种 不同产地的著名食材 也应用了相应产地的盐 作为调料 甚至连表面的酱汁也有玄机 这场比赛将根据各位选手 复制的相似程度决定名次 当然 成体的味道像不像 我想啊 只有托马斯 更具有八言权了 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 红烧蘑菇根 别的咱不敢吹牛 就这道菜 你谁也没法跟我比 对 甭管进不进四强 咱今儿都把江先生给开了 不不不 把江先生送的酒给开了 不是 你别说什么久不久的 那个 你看看 可颂呢 可颂去哪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鸟 只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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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巴斯 开菜已经半分钟了 如果超过十分钟的话 就以零分计算 报告 别担心 我们没举报你 我们做了什么 这怎么吃还能迟到呢 你估计是遇到什么事了 你放心好了 有江先生呢 你现在还挺信任这个江先生 就算是进不了四强啊 我也知足了 秦发林可送我斗志 他这人就是心太软 你们做得好啊 你的车位太烂了 我听我懂 哈世奇 太可爱了 可以了吗 对面买的 特价十九块 来 跟我们家幸运长得一模一样 那 我给你看 回头啊 我也买一件串 你还是不要再买了吧 为什么 真的很像 是不是 你看 哦 很像是 你也一直在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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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可动这是干嘛呢 什么套路啊 我哪知道呀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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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洨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进入倒计时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比赛 结束 利用评委打分的时间 我想对林可颂小姐来做一个简单的采访 相信很多观众跟我一样 对林可颂的举动有些许的困惑 林可颂小姐 请问你刚才为什么把快做好的馅儿料给倒掉 重新换了一口锅 又做了一遍呢 因为托马斯先生做的时候用的是铜锅 我第一次做的时候用的是带兔层的锅 你怎么知道 难道你能尝出铜的味道 这锅里面微量的铜的味道 竟然也能被你尝得出来 那 他的答案究竟对不对呢 而又有谁能最终的挺进去自强的 我们请托马斯主席来给我们公布答案 谢谢 谢谢大家 刚刚呢尝了八份的鸭肉 确实是有点饱 所以一会儿 要是不小心打了饱格的话 还要请大家多多包涵啊 我们这一次比赛的主题呢 是源头 所以我在制作这道八宝鸭的时候 用了五种不同的盐 以及相应产地的食材 鸭肉的本身呢 我是用了来自我国四川的建成鸭 因为这种鸭肉肉质紧实 而且油脂丰富 在处理表面的时候 我也是用了来自我国四川自贡 深海锦粗盐 内馅方面呢 我则是用了庆园鲜菇配合炒香 然后再用铜锦盐来调味 另外我还加上了伊比萨海盐 腌制的伊比利火腿 这种火腿肉呢 它产自于西班牙 伊比利亚半岛的黑猪 因为从小是喂食巷子 所以这个肉质呢 它就具备了独特的风味 最后呢 也就是藏在最深的馅料里 我则是用了我们江苏的淮盐 腌制的咸蛋黄 因为这几种原料还有馅料 经过炒制 然后味道化合在一起以后 就和外层的鸭肉呢相得益彰 酱汁方面呢 我用的是来自韩国管岛的鲍鱼 然后再配咸味比较淡 也是来自管岛的黄土盐 所制成的 这种鲍鱼呢 因为是吃海带 还有海青菜 以及甘苔长大的 所以制作出来以后 它的味道就会极为的鲜甜 很遗憾的是 这几位选手里面 只有六位答对了这十种成分 当然在这里 我也可以回答一下 林可宋小姐的问题 没错 我呢确实是用铜锅炒制的这些馅料 因为铜锅它的导热性好 所以在炒制这些馅料的时候 能够让这些食材受热均匀 口感自然也会好一些 那么就让我们现在来宣布 本次比赛的成绩 林可宋小姐呢 可以说以她惊人的味觉能力 把这道八宝鸭的鸭肉 馅料以及酱汁还原的是最好的 但可惜的是 外形实在是不合格 而且 配色摆盘方面也不讲究 这是要扣分的 而色香味一行里面 综合最好的是 维克特 所以 所以 第一名是维克特先生 第二名呢 则是林可宋小姐 第三名是林小雨 太棒了 这还是我女儿 太棒了 太棒了 随着本场比赛的结束 本届未来之星厨艺大赛 四强已经全部诞生了 他们就是 维克特昆婷 林小雨 富鲁维尼 林可宋 恭喜他们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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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赶紧让我们登一盘 今天全场五折 好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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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我知道你们了啊 我们林家两个姑娘 比赛都进入前四 好累了 来 赶五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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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好吃成创 两瓶啤酒 两瓶啤酒 齐天聪明 我们齐天来 漂亮 多点点菜啊 也六个呢 烘出了 快点 好累了 在这里 我要感谢 你们每一位 参与这次比赛的 不管是导师 还是选手 在我心目中 你们都是最棒的 但是现在 我心里有个疑问 想要问一下 林可颂小姐 我从休息室的监控录像里面看到 你和江千帆两个人 提早半个小时就到了 但是为什么 在比赛的时候 却迟到了呢 你要是想不起来的话 没关系 那我就问一下林小宇 林小宇 到 我从停车场的监控录像里面看到 你和林可颂两个人一起上了鲍利寺的车 但是在十二分钟之后 你又自己一个人骑着单车回来 你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 这段时间你去哪里了 也就是 这段时间是 什么都已经三分钟之后 真的被想要 击吗 有些大人 wants 你够质 那 你够记得 我们去 帮助 你够记得 或者能够记得 你够记得 显 ужас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对不起 姜千帆 你呢 我随便应该送吧 好吧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不再追究这个问题 但是 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们 这一届的未来之星 是第二十届了 也就是说 我已经担任了十届的主席 这段时间 不管是黑暗的 温暖的 凄惨的 或者是激励人心的 什么情况我都见过了 我要告诉你们大家的是 任何参赛的选手 只要他心术不正 或者没有把心思 放在比赛上面 这些人的下场 没有一个例外的 那就是输得很惨 我希望你们明白 我说的是什么 那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 半决赛的分组出圈仪式 就从林可松看事吧 就从林可松看事吧 好 巧了 图马斯根本就是在针对我 你为什么不帮我解释 因为我不喜欢撒谎 你不帮我解释 其他人怎么看我 你不会还想跟他们做朋友吧 托马斯正对你有怎么样 视线我就说过了 任何人都不会有证据的 没人能把你怎么样 我真的受不了别人看我的眼神 你不在乎 我在乎 废了这么大劲啊 你的名字竟然还在林可松后面 你还好意思在乎别人对你的眼神 你要在乎的是比赛 比赛 够了 包里斯 我真的受够了 我对你一直是言听计错 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结果呢 这件事情对林可松一点影响都没有 反而是我 我心里有多么不安 当我看到他进入比赛场地的时候 我吓得够强 这场比赛怎么比下来的 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 你以为我成绩为什么差 全都是因为你 你 我再也不要听你的了 窝囊 废物 这么点破事把你搞成这样子 我看错你了 我也看错你了 真的不吃啊 我不吃 我问你啊 你怎么胃口还那么好 美女 你的过天哪好 我这位小雨系的 她真的太坏了 再也不理她了 包里斯以前对我做过的事 比林小雨还过分 别想了 大姐 多少钱啊 六块 扫给你了 好嘞 她对你做过什么呀 我没有精神 也没有时间去想这种事情 记不得了 我跟你可不一样 我不行 怎么办 怎么样 好好吃啊 今天好吃也没 我来吧 你一个做厨师 筷子都不会用 这么好吃 烫啊 吃完了 摸 还要不要 吃完了 你看我比赛了啊 没有 我都这么久没联系了 我也没有很厉害 你看 那个 本范 看见我给你发那图片了吗 你点开看看 字墙里有我闺女 林可颂 就是当时没被你们录取的那个 哎呀 你干吗呀 说实话 我真得谢谢你们 幸亏你们没看着呢 咱哪有今天呀 对吗 事实证明我闺女是这个世界中最完美的女孩 没看着她那是你们眼拙 承认不承认 承认不承 行了 差不多就得了 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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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憋了半辈子 我必须得说痛快 收到我这语音了吗 收到了就赶紧给我道个歉 好吧 拿了 取得全面性的胜利 说什么呢 把我拉黑了 活该 小心眼儿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行了 给快递打电话吧 小玉 不是你 对不对 没头没脑发什么神经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林可颂 比赛迟到 不是因为你 对不对 把手放开 你要让我进餐厅里说吗 不是你 对不对 你没害林可颂 你和鲍里斯不一样 是我 我就是一个坏人 所以请你离我远一点 不要让我伤害你 不可能 这肯定不是你的主意 是鲍里斯 他心里有魔鬼 你离他有黑点好吗 他是我导师 难道我要退赛啊 布鲁 你暗得什么心啊 我不是 你千万不要这么想我 我就希望你好 我不要让他把你毁了 他带我进四强 这是事实 还有别人 大家都这么想我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你 你知道 但是你不说 大家都不喜欢我 就像你们不喜欢鲍里斯一样 真好 你让我知道我没有退了 再见 不论 小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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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mam 急 我 "[ 費 啊 甘 甘 甘 喂 哪儿有啊 等你回来之后 请你去吃雨萱啊 拜拜 我在新加坡的同学说 看了直播 觉得我变漂亮了 问我是不是走容了 听见了吗 人家说我变漂亮了 没声音吗 喂 你好 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真漂亮嘛 坐好 我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呀 四强我不就刚第四嘛 才学了一个月就进国际大阅四强 这要学两个月 还不得上片啊 老林 你这么厉害 就别表演前修了 我这哪儿表演前修 我就一般厉害一般厉害啊 我早就看出来你不一般 说实话 做了你高中三年的同桌 你肯定不一般 我也就最多一般能吃吧 我弟啊 为了防止大名人可颂忘了咱们 咱们是不是得赶紧 进减一下可颂啊 其实可以啊 因为我这个离下场比赛 大概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可以在这中间找找时间 看看你们什么时候有空 好不好 还不换衣服 我这不是跟老同学聊天吗 我现在去玩 苏苏 你还在吗 就等你回来了 我在呢 我在呢 有时间 有时间 你们把时间腾好了就行 我这个训练的时间 不是特别紧 怎么了 出去 你的三小金呢 忘了 打好了 出去 又怎么了我 你给我去门口站你 静下心以后再进来 不是 你以前没这个要求啊 你以前也没那么浮躁 出去 干什么呀你 我最不忍受就是一个人 对厨艺的懈怠 你不知道啊 我怎么就懈怠了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觉得 自己现在很厉害 可以放松了 你真的觉得你比淘汰那些人强啊 反正我能进四强 他们进不了 那就是我比较厉害 他们进不了 我告诉你事实好不好 事实是你是这八个人里面 最弱的一个 你甚至没有资格跟他们站在一起 你今天是靠着我 才能够走到这里 你今天是靠着侥幸 才能一路赢下来的 我问你 进了四强赛以后 你凭什么赢定交易 凭手机里面的赞美啊 不服气啊 不服气你就站着 站到福气为止 我怎么就是八个人里最弱的了 我怎么就是八个人里最弱的了 明明我是第四强嘛 为什么我没有资格 我可是吃了好多苦 你忘了我可没忘 我有今天的成绩是应得的 怎么能说是侥幸呢 我哪儿懈怠了 我只是稍微享受一下胜利而已啊 把我说的以前不知有意思 怎么能够到了 没有 我坚持住 没有 我坚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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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进来吧 好 你是来找姜先生的 不 我是来找你的 不知道你现在方便吗 我 不 方便你找我什么事 你知道我未来执行大赛的总成绩吗 八个人 逢是第八名 我很不服气啊 你一定挺难过的吧 我主要是对你不服气 我来就是想跟你单独切磋一下 见识一下你的水平 希望你能让我输得心服口服 达文 怎么来了 这么没事吗 过来看看你们 姜先生 周博士跟你一样 对于我金四强挺不服气的 他想跟我比试比试 比试啊 想比什么 行吗 姜先生这是做的四种蟹菜 是啊 饭决菜比鲜 大家都知道黄油银翼筋脂油软的道理 所以我想从这道四食鲜蟹 开始叫林小姐 那不如 咱们就比这个吧 行啊 反而材料都齐 林队总 有没有问题啊 我有什么问题啊 笔温 不就是什么蟹吗 黄油银冰盘 蟹味精四作 耐郁较于低 金质香油软 这是 永蟹诗 说的就是 用螃蟹里面的高黄 制作的涂黄油 味道非常鲜美 林小姐 你竟然不知道吗 你岁数比我大 你当然有可能说到这些了 你多大岁数了 你多大岁数了 我刚二十四 不过我十六岁就已经上大学了 所以看着一些老程 行啊 既然要比的话 咱们赶紧的 好 谢谢梁小姐给我这次机会 请多赐教 都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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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菜看起来挺复杂的 怎么做出来的呢 准备好就开始吧 好 准备好就开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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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来做评委不公平 这场比赛你们自己评吧 评什么呀 结果不是挺明显的吗 我能尝尝你做的吗 请吧 怎么 不好 是太好了 这不应该啊 你可是四强 可是你做得明明这么好 为什么比赛的成绩却没有那么好 这个问题我来帮你回答 达文的专业是营养学 它太过于注重营养方式的配比 所以比赛的时候做出来的菜品 老是跟题目有所偏差 对吧 是啊 就比如说八果姜鸭吧 我觉得托马斯做的鸭子鲜料里 肉质比例偏高了 我就晚还降了一些 用了蔬菜来平衡膳食营养 就连这份存大甲 我也放了些娃娃菜 作为纤维素方面的补充 这放得好啊 娃娃菜的香甜和蟹肉相得意一张 这是个巧思 我给你一百零一份 谢谢姜先生 我大概是太固执地建设 营养均衡的理念了 不适合参加比赛 虽然明次靠后 但我也不后悔 你别这么说 你跟我学书以来 在厨房待了多少时间 天二十四小时 就算我不睡觉一直练得晚 就四五百个小时吧 四五百 对了 你被姜先生选择用的时候 还是个素人呢 不过我也是个素人 那你在厨房里待了多久 不多 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都应用在营养研究上了 在厨房的时间也就 一万多个小时吧 一万多个小时还不多啊 是真的不多 跟姜先生肯定是没发比了 就算跟威克特林小宇 不鲁同的比 也是远远不够的 姜先生 今天这结果还有些意外啊 那我就先告辞了 达文啊 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 我送你 你先去 好 谢谢 达文啊 今天真的很谢你 不好意思麻烦了 不用客气 姜先生 你是我的偶像 我很愿意帮你的忙 事不相瞒 我当初帮您参加比赛 就是冲着你来的 好 只可惜 你早早就选定了林小姐 谢谢你也欣赏 不过 即使没有林可颂 我也不能选你 好 因为厨艺不是你的唯一 营养学才是 对吧 谢谢姜先生 我明白了 林小姐这么幸运 竟然还需要我来鞭策她 你是没想到啊 我也没想到 那我就先走了啊 嗯 慢走 好 林可颂 这儿呢 林可颂 你干什么 你还扮上 你 你说的没错 我是这几个拳手里面 最差的一个 那你说我也没资格 跟他们一起比赛 但是反正我都进了比赛了 我就要好好努力下去 小的时候我妈跟我说 剪头链特别丑 那我想了一下 我要是把自己弄丑一点 我可能就不想出去玩了 不是 不是 我准备好了 准 准备什么 我看 我看 好大肚啊 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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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不会 你跟我说我觉得挺好看的 真的 你信我 好 而且我觉得 好像那个 那个喝麻烹水女孩又回来了 好吧 喂 你脚伤了 好 我这就去接你 威克特 我来吧 坐下 安全带 你想想这样实在不应该出来了 我是闲不住的 天生就是干活的命 没办法 只能认了 余萱辛苦有你在啊 是我多亏了有余萱 有篇文章你看了吗 介绍大卖的 没有 你猜题目怎么写的 玉萱餐厅的脊梁 她是脊梁 那咱们俩也当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肋骨 肉排 没想到当外要的是这个 如果是这样 那倒简单 好好工作就行了 她实在太膨胀了 我看不得有人踩在你头上出位 要踩在我头上 你要自己能上去才行 谁啊 谁啊 我 开门 你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见你 你有事给我发微信吧 不是 什么情况呀 就是你微信没回我我才过来的 你有什么事你就这么说吧 为什么呀 你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 我不管 开门 我要进去 你 你等我一下 老林 开门 开门 你干什么呀你 我去 等等等等 你在屋里戴帽子干吗 卸你了 你别动我 我那个 防晒不行啊 你没见过 我是念的 你有事跟你说 好 明天下午我来接你 我们一起去屋镇 这边路上我也想跟你说一些事 我不去屋镇 你要去自己去吧 为什么呀 同学都告诉我你要回去 那正好 你帮我跟他们说一声 我去不了了 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 我得准备比赛 那好吧 你 你不是说你要跟楚情求婚吗 求了吗 这么大的事你现在太想起来问我 你再晚一点我们孩子都生了 我跟他分手了 我跟他分手了 为什么呀 你真的不回屋镇了 你不回啦 那一会儿我们出去吃饭吧 你别闹了 我都跟你说了 我没时间没时间 我差着一万多小时呢 你这头发上狗啃了 所以老林 你是真的不准备出去了吗 我跟他们那些人比我差得太多了 而且我以前浪费的时间也太多了 我得赶紧补偿 我现在就觉得吧 我这时间特别地不够用 你现在对自己可真狠 对自己再好了 也没有江金芬对自己狠 而且我下场比赛呢 是个小语比 你还不知道他吗 就算我在练了一万个小时 我也不一定能赶得上他 李江金芬说了 下场比赛呢是半决赛 我那些小聪明啊都使不上了 我得抓紧好好努力 你呀最近别老来找我了 我估计啊 我是不会从这个厨房里出去了 你等一下我马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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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这个烤得还是不够酥脆啊 我那烤星桃子肯定有问题 是不是分度应该再高点啊 你先在这儿等下我 我再去给你做一份吃 吃不不好吃你先别吃了 你等一下 你坐下我跟你说个事 江金芬都跟我说了 那个糖葫芦说的就是我 你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了 我其实是想了两天才过来的 毕竟我们这十年的哥们 有些话一旦说出口 可能就回不去了 但是我还想跟你说 我都知道了 我是真傻 我居然之前一直都没有往那方面想 你可以告诉我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吗 我也不太清楚 可能就觉得你傻乎乎的哪儿都好吧 我其实也觉得自己特别傻 我之前也像你一样 觉得自己好像各方面都不错 然后觉得那样子做事好像特别难忍 结果就稀里糊涂地活到现在 一事无成 不是那个意思 你没人乱想 你不用安慰我了 其实我清楚 你已经把对我的感情给放下了 我想说放得好了 因为过去那样的我 其实不值得现在这样的你去喜欢 那都 好了 我走了 对了 老林 老林 我真的觉得你变得更漂亮了 也更优秀了 优秀地超出了我的想象 你在厨房里那个专注的样子 我真的觉得特别迷人 所以我也决定 要去提升我自己 看看能不能让现在的你 再次喜欢上我 好 我从来没想过 我们两个的关系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把暗恋放下了 他又拿了起来 如果他不说 我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 这一切已经过去了 没有撕心裂肺 没有痛入骨髓 可是为什么 是因为厨艺占据了我的全部吗 还是因为在这里 有了另一个陪伴 大卖主说 大卖主说 老白 你约这什么鬼地方 不是老白 是我 包里斯 我约的可是老白在这儿见面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的地盘 我让他约你 还有点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约我我肯定不出来 想干吗 咱们继续做吧 算了吧 我跟你也没什么好谈呢 你找我能有什么好事的 别那么冷练 于轩的伎俩 江千范看了那篇文章 没收拾你吗 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 心眼就那么小 江先生比你想象中要好得多 我 他对你不错啊 你所以信他了 不然呢 信你 我信你个鬼 最起码我有畏惧 对啊 我算是听明白了 原来你也只是猜测了 你找我过来的意思 就是让我帮你找到江千番 失去味觉的证据 是的 只要确实是证据 我跟你这说 郝勒斯 你看啊 我帮你扳倒了江千番 我呢成了叛徒 然后我就拿你这点钱去过日子 不是 是你傻还是我傻呀 大麦 你让老白给你写那篇文章 为什么 你少拿这个说事 我那个就为了图看着自己心里爽 我自己心里舒服行不行 因为你没有安全感 胡说八道 我唐到玉轩那主厨 我会没有安全感 开什么玩笑啊 你怕被江千番排挤 所以先出名为上 八大子 你看啊 我帮你捋一捋 你去 等着玉轩拿了三星 等着江千番开了新店 我自然而然就是玉轩的行政主厨 他排挤我 他用谁啊 从伦敦叫人过来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江千番 他很难信任一个人 拿到上海玉轩的行政主厨的位置很难 除非你手里有江千番的秘密 可是我把秘密给了你 那还是秘密吗 玉轩肯定跟着就受影响 我到最后图什么呀 我是包丽丝啊 我有人脉啊 江千番不用你 我找人帮你跳槽到更好的餐厅 我每天都跟江先生打交道 我相信他的味觉没有问题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 和牛红傲下这道菜 到底怎么回事 晚了 回家吧 明天再忙好不好 这话好熟悉啊 半年前 你经常跟我这么说 该回家了 我喜欢你这么跟我说 那 我们该回家了吧 等等 来吧 来 一 二 三 走 来 来 来 慢一下 真的好像回到从前啊 你急着陪着 你现在还好吗 你送我回家吧 好 不 不要了 我自己回去吧 你到底怎么了 有你这个态度我就已经 很满足了 谢谢你二零 谢谢你 但一切都回不去了 我想让你再 Daisy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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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没睡饱啊 睡好了 那心情不好 没有 我知道宋依然来过了 她不是经常来吗 你竟然有点反常啊 你转过来 我看你点 你干吗 我要仔细看看 你别闹 我送你个礼物 让你换完心情 发出来 什么礼物啊 发出来 你妈说了不能随便收别人礼物 你妈又不在 快点 打开 这什么东西啊 卡我把你装好了 以后这就是你新手机 这防身用的 这都不能上网 上网对厨艺有帮助吗 没有 那就对了 你以后呢只需要跟我联系 对了 还有你爸妈 这是不是太夸张了 我觉得刚好 太职场了 不错呀 我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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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维克德搞得目瞪口呆的样子呢 是啊 进步很快 实在有一天 我也得让他目瞪口呆 你等着我啊 只可能等着时间有点久 有志气 好 等多久我都等 真漂亮 来 你自己吃一看 我还记得 我也会做刺身了啊 刺身呢 其实是日本的说法 中国从周潮开始 就开始吃生鱼片了 所谓快制人口的快 直接就是将生鱼肉 切得很薄的意思 你还会这个呢 当然 原来是这个意思 什么 好鲜啊 你尝到的鲜味呢 其实就是新鲜脂肪的味道 可是鱼一旦离开水面之后 蛋白质会立刻开始分解 鲜味也会逐渐转化成腥味 食用的人自然从愉快 变成不愉快了 好神奇啊 所以鲜味的本质 也就是生命的能量 那其他鲜味也会这样吗 可以这么说 来 写好了 看看 挺不错的啊 谢谢 谢谢 好鲜啊 怎么办啊 我不想当厨师了 我就留在这大棚 我每天吃完大棚呢 就去海边吃 吃完海边呢 再回大棚吃 来回来回地吃 你那么吃不腻啊 也是啊 我也不想当原始人 所以像我这样成熟的人 就方便烹饪 为了满足像你这样的产萌 好好学厨艺啊 小朋友 丑主人 快切吧 好吃不 好吃 真的 就是本来在蔬菜里 就已经算很好的 劲儿对就更好 这一样 劲儿都在嘴里呢 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走 去下个地方看看 走 这什么啊 这个 基础辣椒 那这个呢 鹦鹉辣椒 那个呢 烤啊 这叫百日草 也叫步步高 来 说这世界这么大 估计我一辈子都探索不完了 我以前也说过一样的话 一模一样 跟我师父蒙哥们还说的 其实有时候我还挺羡慕你的 每天都还能有心感受 没有了吗 老爷爷 有啊 你啊 我是说真的 我永远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说出来一句话 会把我气得半死 但不需要一块儿 你又把我乐地活回来 那我还觉得你在气我呢 你说 是不是因为你之前都太凶了 所以大家才不敢跟你开玩笑啊 也许吧 我知道我自己的执拗 带身边缘很多压力 久了以后 不然成为一谈慈泉 但你不一样 你永远没把我说的话当做一回事 一天天张扬舞爪地闹腾 一开始你真的很烦 但久了这份吵闹 我也习惯了 那我也不是跟谁都这样 跟大头认识十年 虽然我在他旁边的时候也吵他也闹他 但我从来没有做过真正的自己 我想着 怎么能迎合他 怎么能在他身边显得更般配 太累了 我告诉你的秘密啊 别告诉别人 好 不说 我放下大头了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好像没那么难过 反而觉得松了口气 可能我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喜欢他吧 我这样是不是很坏啊 还挺坏的 那怎么办啊 那怎么办啊 没有了 闹你的 不过我知道 如果遇到不对的人 那感觉特别累 在对人出现的时候 那感觉应该是 应该是什么样的 是吗 我也不知道 但职场呢 不能张牙无所啊 干吗 说对不起 说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起来别打人啊 别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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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我打你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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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点儿 好了 很想一想一想啊 那边是什么 不想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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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不想一想一想二想都会 我替你商量个事 午餐 吃过的 碗汤 不喝 谢谢 说吧 你是不是想让小语得第一 如果我退出 你们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你能不能放过小语 不要再逼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了 你这草鸡的孩子 你把这些话给黄老头说了吗 还没有 但是我知道 如果我问他意见 他一定会支持我的 我太抱歉了 我还真的没有把你当成对手 如果是维克特 我还可以考虑考虑 或者林可松 我听出你在羞辱我 不过 我不会放在心上 你竟然不生气啊 还争了没有棱角的家 怪不得那么没有存在感 好吧 鲍利斯 既然你说出你对我的看法 我也说说我对你的看法 如果我能转世投胎 做什么都可以 我就不会做你 我不想做一个心里拧巴 没有朋友的人 对 我很同情你 鲍利斯 你就像萨利埃里一样 感慨世上 为什么会有一个江千帆 可惜 却不能像他一样 把莫扎特害死 滚 好 那祝你胃口好 你给我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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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